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一的觉得不大好的就是今天我嗓子哑了 对 现在身边生病的人也很多 好像一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病毒又卷土重来了 只不过大家现在没有像以前 就是那么人心慌慌的了 已经变成一种常态了 最好就是不要传染给孩子吧 因为孩子最近高二面临小高考嘛 希望不要传染给他 但是他们学校里面现在周边生病的 发热的感冒的咳嗽的也很多 防不胜防 就看他的本事了 千万不要被传染上才好 今天呢我想带大家来看一下 对 想带你们看一下我这片的肉肉啊 这片的肉肉挺好看的 然后其中有一些 我发现就是一不留神 他们已经从大单头 然后都变成群生了 变化很大 比如说我现在面前的这一棵 这一棵是篝火 篝火好好看哦 你们有没有发现它的状态特别好 真的像火焰一样 鲜红鲜红的 我这棵买的时候是一棵大单头 然后夏天没有管它 就抱了一圈的小枕 然后你们看看 那个宅已经长得挺大的了 对 买来的时候 其实是欣赏单头来着的 现在我已经不怎么买单头了 因为我发现单头它都容易抱宅 看看这个是我的大篝火 对 就让它肆意生长 我觉得也挺好的 长成啥样就啥样吧 长成啥样我们就欣赏啥样的 这个是我的篝火 这边后面还有宅的 它现在不能叫手孔 但是宅很多 你们看看后面 对吧 抱了不少再 好看吗 然后还想给你们看的是 我这边的一棵 一直都跟大家安利的 就是露西娜 露西娜是一个超级好养的品种 然后它的状态 包括它的叶片的形状 我想应该 大多数的小伙伴都不会拒绝 它这个上面它是有白粉的 如果养得好的话 上面白粉应该很均匀 我这片肉肉多嘛 我有的时候又喜欢用手去摸 所以你们看我这边就是比较斑驳 我这颗露西娜 我有之前养的时候的照片 它这颗和这颗篝火 都是我二二年的时候养的 对 二二年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养的吧 到现在一年半左右 然后这颗抱了这么多的仔 然后这颗原来我买的时候 就是一个手棚 但是呢 你们看照片吧 对 你们看到了吧 它原来是中间的主头特别大 然后底下有一圈的小仔 买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养了一年半以后 你们看看呢 旁边的小仔长得比中间的主头还要大 是吧 比中间的主头还要大 而且这个品种 其实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觉得几乎不会挂 我放在院子里面 你们想想看我院子里面夏天多少度啊 我夏天院子里有四十多度 虽然有两个工业电扇 就是吹的 但是我院子这么大 工业电扇 说实话 我觉得作用微乎其微 而且今年的后来 有一个电扇都罢工了 就只有一个电风扇 头也不会摇 就是这样随便吹吹的 但是它都能活得很好 你们看一下这颗露西娜呢 然后现在已经爆了二代仔出来了 所以是一个超级皮实的品种 你看二代仔仔都已经爆出来了 爆了一圈 二代手捧 对 这个是露西娜 然后颜色状态 我这边的位置根本就不好 也没有什么阳光 有的时候照灯光的话 我今年我上面的补光灯就没开几天 就已经 冬至就已经过了 冬至过后我们这边阳光呢 就是可以顾及到一点了 然后最近晴天也比较多 所以我今年我接过补光灯 没有怎么开 就开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露西娜的状态 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你们看看 对吧 它跟其他肉肉比起来 它还是比较容易上色的 又好痒 又容易上色 它的这个叶片 有点像饺子皮 你们发现没有 它的叶片有一点点卷曲的 对吧 弯弯曲曲的那种 所以说这个品种 其实长得还是挺特别的 可以推荐大家去养这个品种 好养的 又好看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天赐 我想给大家看的几颗天赐是 这颗 这颗你们知道 夏天中间的竹头挂了的对吧 然后竹头底下抱了一点小彩 前面我给你们看的时候 小彩很小很小 然后叶片薄薄的 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的那种状态 然后现在你们看一下 这个小彩叶片变得很胖了 再看看底下的 对吧 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再变大一点 把我这个盆撑满一点就好了 然后这颗现在状态不错 这个是我这颗夏天差点挂了的天赐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 还挺特别的 发现没有 还挺好看的吧 然后这边两盆是厚重的嘛 这边这个是一个超大盆的 从云南连盆过来的呢 这盆是超大盆 昨天我给大家拍测影的时候 有小伙伴说就喜欢大大的 如果你们用他们大棚里的土的话 你看它这个头就长得特别大 如果我要是给它换了盆 换了土的话 换成我的土的话 它就会空成这样子 对就会空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然后庄子就会长得特别老的那种 所以看你们自己个人喜欢啊 我是比较喜欢看庄型 然后我喜欢这种小朵朵 比较紧凑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养出来的天赐 我的这个天赐以前也老大老大的 我给你们找个照片看一下 超级肥大 看到了吧 所以回来以后换成高颗粒 我这边是80%左右的颗粒 所以它就会碰得一盆一盆小小的 也更容易出状态 土太肥了的话不容易出状态 烟片会很厚 你们要说 为什么云南的那边的长得就是 又肥又大又有状态 因为它们那边 云贵高原嘛 紫外线强 早晚温差大 所以容易上色 你到了我们江泽户这边以后 你再给它就是 土很肥的话 叶片保持这么大 像大白菜一样就没有颜色了 很难上色 像这盆的话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上色 我没有换土 就是它原来的土 这个就是云南来的大天赤 我们到时候可以比较比较 然后这棵是我自己重新种了的 但是今年我也把土的颗粒比稍微降低了一点 原来7% 80% 我现在大概换成了60%左右 应该不会空的像原来那么小 但是它也不会长得那么大 这个是我后来种的已经浮盆了 这个是天赤带坠画的 这颗我也很喜欢 挺漂亮的 浮盆了以后我觉得长得不错 对吧 反正我们就慢慢养 慢慢调整吧 大家都不是专家 就慢慢总结吧 我只是养的多 其实我觉得我的经验也很匮乏 在慢慢总结当中 我们大家一起 对 共同努力 然后我们有经验 共同分享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